各位觀眾早安 歡迎收看星期日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今次是楊國仲和大家談天氣 我們今天繼續受著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今天整體來說繼續會吹著一些偏不風 不過要留意今天較後的時間 將會有季後風的補充 就會抵達廣東元朗 屆時風勢會大一些 氣溫方面7時多時 市區的氣溫大約是20度 新界普遍是再涼一點 例如大埔沙田是18、19度 再畢小小的打鼓嶺和樓浮山 更加只有17度 如果大家今早需要早出門口的話 記得要穿上外套 天色方面如果大家今早在山頂望出去 可以看到整體來說都比較多雲 不過這些雲和雲之間都有些納規 如果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見到 其實現在華南甚至是南海北部的雲帶 都是比較薄的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整體來說 都會部分時間會見到陽光的 今天最高氣溫大約會有23度 風勢方面會吹這個和緩的偏不風 要留意了 當今天較後的時間 季後風抵達廣東元朗的時候 我們的風勢會變得清淨的 在這裏亦提醒大家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已經是生效 表示今天火災危險性都挺高的 大家要小心防火 長遠一點 我們預計是接下來的一兩天 仍然都會受著季後風的影響 早上的時候天氣都比較涼 詳細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接下來的一兩天 整體都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早上的時候天氣都會比較涼 最低氣溫大約是16度左右 大家要留意了 好了這一節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